每个人都有梦要去追 这些出发也不卑微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 理着风也要去飞 终点线上换过响亮 可汗水当最嚣张 抬起头不灭的星光 让我们一起仰望 我的天空 就只如此的不同 我的梦中 总会有你的笑容 烈烈的海风 有暖阳风空 平凡的光 我做你的英雄 我的天空 有一道远行彩虹 守护梦中的心 总有一天会抵挞 守护心中的梦 给你坚定的回答 我们飞 飞 飞 飞的极限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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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道 善恨 飞 飞 飞 天空 另一边 寂寞的永远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才发现原来 传授那些都是假的 我对于脑的时候 意识可清醒了 只是说 四肢比较酸软 无力 然后发麻 总之就是你很清楚了 不是那种你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想到今天被包那样子 我还不如是你 那看来 小说里说的桥段 都是骗人的 也不全是吧 我知道了 你是说你男朋友吧 哪个男朋友啊 就是送你来的那个男生 我 他就是同事啊 真的吗 可是他好帅啊 一般吧 单身吧 单身吧 单身会得有啥关系 你这是长啥样 心里没脸数啊 别生气 别生气 跟你讲啊 他虽然是一直单身吧 但也从来不找女朋友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有影集 爸 我完了 完了 却被他听见了 我 这事咱俩知道就行 别到处说 喝水 不 不可 哎哎哎 分公司俩男的打架 听说抢一女的 场面血腥 那女的都给打进医院了 打进医院呢 是他们技术组的组长 那女的是销售部部长陈叔 不 宝宝 来 怎么样 甜不甜 嗯 不着急 慢慢吃 哎呀 不要照顾 谢谢 去吧 好 你好医生 你好 向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您看一下 好 哎 这个蛋糕我知道 特别难买 而且还没有外卖 你男朋友为了你跑这么远的地方 瞬间觉得水果都不香了 你 不是 我跟你说 虽然它是有点缺憾 但是它长得帅 人又好 这四十五肉是非常完美的呀 这也可以 喂 喂 你说 哇 这好好吃啊 你怎么不让给我买蛋糕 真的是 这好像是什么 老大再给谁打电话呀 看起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哈喽 向总长 向总长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来啦 你们吃水果吗 给你们吸点水果 好 谢谢 小姐姐 哎 油脂过来搭把手 好 来了 小姐姐 你同事都好热情啊 你人缘可真好 也不是 主要是 我是领导 所以这年头啊 人缘好 不如当领导 可是你看上去年龄也不大呀 那是因为我看起来闲暇 哦 行了 别皮了 把药吃了 齐天悦 哎 帮我倒杯热水 好嘞 老大 杯子 谢谢 谢谢啊 放在这儿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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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这儿吧 谢谢 你是今年第一个光荣富尚瑞的同志 嗯 这些呀 都是销售部 行政部 人事部 还有咱们技术部 相够的一些新意 嗯 大家都希望能早点好起来 嗯 脱你们的福呢 明天就出现了 李迟高冷那边怎么样啊 嗯 高冷被书姐带走了 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 李迟那边呢 现在只有应音音咬死了 说是她偷拍的 警察还在继续调查呢 行 知道了 赶紧回去上班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个个在想什么 都想着翘班 没有 真怀念 怎么刚认识的时候 交谈之中 多少带着一点点腼腆啊 嗯 回去上班 哎呀 组长 你说现在咱们已经受伤了 不发这多糖几天呗 公司里面有住院补助费 一天三百块钱 这个钱不赚白不赚啊 你说是不是 说呀 公司的话呢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有我在的话 暂时是不会倒闭的啊 我呢 也不担心公司倒闭 我是担心公司倒闭以后 你们三个怎么办啊 这到底是哪家公司这么有才 还能把你们三个同事再招进去了 你说当年那个人事的脑子是怎么了 你们不一起把马戏团那 跳火圈的猴子给招进去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快走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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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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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回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 最好再请一个马戏团里 跳火圈的猴子 反正都疯了 不如疯得更彻底一点 他也太能洗脑了 有人 也不过去 有点滞浏 转到这些转发 我去吧 不过去吧 有点滞浪 有点滞浪 有一分钟 就是 有点滞浪 你不过去吧 你不过去吧 我去吧 你不过去吧 你不过去吧 里面有人我上厕所 今天轮到你请客了 我要吃梦龙 好啊 要是你明天迟到 请我长安杂丝 想得美吧你 我看了你目的考试的成绩 只要坚持下去 保重庆华是很有希望的 当初入学学校不仅领事 还给你领出了所有的学测费 就是希望你能够 心无杂念地好好学习 一定要努力啊 谢谢老师 我会努力的 爸 你回来了 今天你开学 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 怎么样 新学校还适应吗 那你呢 这是你这几个月的生活费 爸 我用不着这么多 你 拿着 拿着 你看你都瘦了 多买点好吃的 多买点好吃的 言尸啊 爸 对不起你 爸 别说了 好 不说了 那你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啊 对了 如果讨债的上门来 你去假装不在家 千万不要把钱给他们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你快走吧 别让他们碰见了 嗯 你眼识 有事吗 阿姨 这是还你们的钱 哎呀 我就拿走 你看油 来 张叔叔 这是还给您的钱 没错 拿那个驴子 不用了 叔叔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您啊 谢谢您 给您添麻烦了 这买的东西猫 您好 您的串 好 那我大夫吃一吃 来 小讯 还有这档子 有点坐 再来一边 快点啊 好嘞 老板 来 慢慢用 慢用啊 有 下酒 慢用啊 慢用 来 领头公司 谢谢老板 对了 老板 我想问一下 我以后可不可以 晚一个小时来啊 那这个公司就不能按 每个小时十块钱给你了 那一个小时八块呢 你看我才考了五十八分 你就帮我读读课吧 能读读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个同学 说你呢 这个同学 你干什么呢 这是我自己的车 好 轩石 那个 我车坏了 你能载我去火锅店吗 好啊 进 阴南高的都是四八月 好 要好 欢迎下次帮你 谢谢 真的好好吃 你终于不来一趟 八点扔的蛋糕 绝对融彩脸 算你能打击 太矜极了 你听 又受高的牵手一起 每天 因为每天 每次约定 我们因为梦想跳跃的心 我明天生日 想邀请你来我家 参加生日会 你来不来 你来 怎么了 言氏 对不起 崔崔子又上门了 这次又是去哪儿 去武汉 都怪爸爸无能 等爸爸翻身的那天 一定好好补偿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明天就办转学 我们晚上就走 李宗盛 我在梦的边境寻觅着 试着把时间倒回 许写我们故事结尾 收集心碎 为你照亮这际黑 来面对 回忆凭借的沉醉 一直围绕的是在你周围 是我的心在闪回 是你的无畏 长行的迂回 是想念着谁 那是孤单里 那温暖的你 一次一次地寻回 放进一后退 完整爱得不完美 将心落得美 为你去照会 永远在你的周围 说成我回 说成我回 不是让你回去的吗 去 是 怎么了 我 不可能喜欢上一个 我不该喜欢的人 是 很新鲜 都会 rom companion 我这些人你还不了解吗 八点想吃蛋糕 九点迟到就不散的人 十六岁想要的 二十六岁我就不一定想要了 有些事情错过了就错过了嘛 你怎么会找到比我更好的 早点回去休息 你怎么会找到比我更好的 我进去了 没有看到比我更好的 担心的感应 忐忑地猜着结局 是不是你 让我孤单的原因 只要星星没联在一起 我就能找到你 却没有落在你心里 多远的距离 以为相遇就是可以去憧憬 可以靠近你 她好像还是陈山的男朋友呢 就这张照片在东河传的还是挺广的 我还打听了一下 感觉有不少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 试着让星星逃避 也许我自作聪明 想你靠近 永远傻傻的坚定 最亮的流星 划过神乱的天气 却没有落在你心里 却没有落在你心里 多远的距离 因为相遇就是可以去憧憬 可以靠近你 可以靠近你 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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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又回来了 这一进门就听到你在这儿一阵阵游戏的声音 都住院了 手还没闲着 你怎么来了 失望了 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 来就来 别瞎说了 那谁叫你一不开心 就喜欢玩笑笑论 我开心的时候也玩 等爱的玫瑰花还没开呢 爱情就像玩游戏 有时候就要一关一关地过 要不姐帮你充值两个风车壁 催手一下 闭嘴 来 不会是陈叔传给我的吧 好 这么快就干了 你真美 干了 怎么样 这样吹叔伦呢 你 做梦真好 什么都能实现 媳妇什么时候才理我啊 打架是我不对 给她道个歉吧 浪子回头经不换嘛 你还出去啊 媳妇儿 我感冒了 能 向远 吃点水果补一补啊 谢谢 你说说你 到底是你拒绝了徐燕石 还是徐燕石拒绝了你啊 怎么自己到相识丢了魂 病人嘛 偶尔 胸闷气短 头晕乏力是正常的 得了吧 我还不了解你 你是不是觉得 徐燕石就是老天爷 拍争议的 拉倒吧 她运气那么差 还能跟老天爷打上交道 你是 徐燕石是 对吧 这个人运气是差的心 活这么多年 徐燕石应该是第一次被人拒绝吧 她以前拒绝女神 那是毫不手软啊 想不到想不到 居然栽栽了你向人手里 现实生活中你看过几个男人是恋爱的 好吗 她徐燕石更不可能 我要是把这个事告诉你 钟灵他们 徐燕石跟你表白被你拒绝了 他们肯定得气死啊 想想都兴奋 要不我问一下班长什么时候开同学会 把他们全都叫上一个都不许说 你有毒吧 徐燕 怎么了 这事你必须给我保密 一个字都不能说 要不然我就告诉你爸 高二那年 你把他的剧头油换成了邪油 那邪油是你爷爷的 你不怕一起爱打你就说 我是觉得我现在也没有那么了解她 咋就说了 我本来也没准备结婚 这样平衡 我差点忘了 你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捍卫你这辈子不结婚的权益 也是啊 女人结什么婚 谈什么脸 女人就应该是自由的 时间不早 我先走了 所以你专程就来一趟 这是为了看我的 专门 我是公司派我来做个采访 对了 顺便给你说一声 那什么 我马上结婚了 什么 别激动 你别激动 别激动 我那时间没定 到时候再告诉你 你先好好养病 这是 刚才是不是有人跟我说 女人要自由 要捍卫主权 谁说的 我 你这老不按套路出牌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当年小时候玩游戏 从来不敢让你数数了吧 话这么说是没错 不过有的时候 你知道吗 家里有个男人的好处就是 你上厕所没带纸 不用着急忙慌 出来找纸 谢谢您啊 我们家的马桶呢 是智能的 冲喜红干一体 还在负粒子消毒 钱能解决的事 找男人干什么呀 什么时候订的 谁 我见过吗 这个事情吧 就等你回上海 我再慢慢告诉你啊 不是 喜欢吗 应该很喜欢的 什么叫应该呀 行了 我的祖宗 我得回酒店赶稿了 还不及了 走啊 走啊 以后要怎么面对你啊 你和李翅的关系怎么样的一事 我不知道 那你对李翅的私生活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不知道啊 你可以想想他平时在生活中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之类的 他平时挺好的 我想到了 不爱冲厕所 不熟啊 你平时跟李翅熟吗 一 一般吧 好 谢谢 你平时跟李翅熟的关系 嗯 错了 哎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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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三明治 哎 哎 媳妇 不要生机了好不好 求求了 求求了 哎 哎 这里面还加了培根贼香 媳妇 哎 哎 媳妇 你听我说吗 我知道错了 你跟我 媳妇 你 你笑了啊 没有啊 哎 媳妇 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在想 我就辞职我不干了 我也不能让那个人家欺负你 对不对 我以后再也不做那么幼稚的事 媳妇 我发誓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行吧 看你的表现 那 媳妇 呢 媳妇 你看我给你发消息了 还给我买感冒药了 媳妇最好了 哎 媳妇 这是我买的奶茶牌 两个多小时堆才卖到的 靠 你想让我胖子吗 哎呀 好喝喝点 哎 你说女主这心也太狠了 男主觉得她多好啊 她居然还拒绝她 男主以前可是高高在上的 校园男神 他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哎 你知道吗 我看小说到最后 男主还为了他自杀 自杀 对啊 我真服了 这什么狗血编剧 哎呀 男主长得帅 你就忍着吧 这 郑俊 老大呢 不知道呀 还没来呢 妈 许 许 许许怎么还没来 应该没这么脆弱吧 她这人一向运气不好的 打击受多了 心理承受能力应该很强的 对 心理承受能力这事呢 还真不好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压倒她的 最后一根稻草 也许就是呢 谁知道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啊 你不是要出去吗 出去买点东西 不小心关基因了 着急找我 被人欺负了 刚才真是中邪了 最近一定是跟高冷他们 待久了 被他们的智障影响 没有就是想让你帮我带个东西 难道 是那个 是把牌子 什么 牌子 我等会儿下去给你买 没被人欺负 但眼睛红成这样 是不是那什么来了 没有 没有 我 只 只是想让你帮我 买一杯咖啡 加糖不加奶 谢谢 我待会儿去找李永达 消个价 下去给你买 你我 好 真没想到李池这个人啊 表面上和盯盯盯走得近 没想到在贝力里和销售部的陈叔 还说不清道不明呢 他应该只是单恋成书吧 这种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们俩肯定有猫腻 而且呀 警察来问话 谁敢说他的不是啊 也正常 他这个性子 谁敢在警察面前告他状啊 上次谁来着 在李总面前告他 上班的时候偷偷溜出去健身 好家伙 他知道了以后上去就要打人家 那正常 谁敢呀 再说了 偷窥这事儿还没尘埃落定呢 这谁要是说他点什么 回头他还留在公司 那不得报复人家呀 你看 今天楼上那林永彪 他都没敢来 就怕警察抓他就问话 这林永彪也太怂了 聊什么呢 组长 您坐 各位 你们有谁和李氏比较熟的 警察同志 我是纪书二组的组长 我叫向元 我来吧 可以 这边请 坐那儿吧 说说吧 李池是我们组员 这个人平时比较懒散 但是我觉得以他的人格 还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 他平时的工作状态怎么样 经常会迟到早退 他有什么别的异性朋友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把你了解的情况 给我们讲一下吧 小朋友 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尽力抢救你爸爸 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 把你知道的情况说一下 是我的 先生 你成了 Конечно 我成了 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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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了 优优独播剧場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好 我是技术部的组长徐彦时人 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吧 行吧 那我们继续 李迟最近有什么情况呢 他没什么情况 他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伤心 上班健身 下班泡吧 大概情况就这样 那发的那张照片里的那个人是谁啊 陈叔 我们销售部的部长 都是女性 你和他关系熟吗 你了解这个女的和李之间的关系吗 他刚来公司没多久 认识的人也不多 你有问题直接问我吧 他是我同事的女朋友 平时跟李迟接触的也不太多 李迟这个人性格比较冲 比较直接 倒也没怎么骚扰过陈叔 有看到过他进入女厕吗 他没见过 这个你也知道吗 不好意思啊 喂 是我 我在围林呢 什么 人找到了 就是他呀 我知道了 行了 你们同事的协议啊 被排除了 是两个月前 路网的维修工 他那经常以维修管道的名义啊 造各个公共女厕 安装摄像头 是个惯犯了 监控呢 也拍到他进驻女厕的视频 你们可以放心了 就说嘛 我们组员应该 还不至于恶劣到这个程度 再有什么事呢 我们再会跟你们联系的 好吧 好 先走 先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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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咖啡 多少钱我一会转给你 不用了 请自己喜欢的人喝杯咖啡 还是请得起的 没那么可逞 我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刚刚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都快晕倒了 你刚出院身体什么情况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干嘛什么事情到网上冲啊 随着咖啡 你干嘛什么事情到网上冲啊 随着咖啡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没风景 就是你带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天地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生活能写进余生学里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我让生活变得很远去 深呼吸 新鲜空气 反复你在身边而已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窗口的风 吹醒自己 只要和你都有意义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没风景 就是你带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甜蜜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爱情能写进一首旋律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下的风 春天的雨 都被你放进了手心 都被你放进了手心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夜的黑 受伤的心 只要和你都有意义 你带走 你带走 不在一起 你带走 你带走